Hello 大家 今天不再拖延了 白天来录视频了 不管外面是不是影片 今天接着下雨 早上天下挺好 杭州这个季节确实雨比较多 那今天继续 上次没有做完上身效果的Lindy 今天拿了三只 30厘米的Lindy 三种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有没有人能说得出色号的 有没有高手 这个是5P樱花粉 5P樱花粉 那其实新的樱花粉 大家印象中应该是这样的 3Q樱花粉 这个就真的是 超嗲的颜色有没有 好我们先来这只了 那这只 我们之前北京的店员 很细心的给它缠了一个推理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这样的搭配 如果不喜欢的话 我觉得可以搭配其他的颜色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填充比较满的状态 先给大家看一下 右肩 左肩是这样 Lindy呢 其实真的是很实用的一只包 那这样的包 它的容量会非常非常大 我把它的填充先拿出来 在没有填充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手拎着 它这个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折叠的造型 其实这样和这样可以说也是两种风格了 那Lindy可能大家印象中也都是这样的造型出现的 包括我们上肩之后 是这样的效果 是这样的效果 也有些朋友是在手柄上去缠这些推理丝巾的 那这只包包的年份 它是方框欧刻的 方框欧刻的 Lindy一般来说 它的这个刻印在这个位置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 一般来说都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这只包了 很粉嫩的颜色 好 接下来这个 因为这个3Q用花粉里面的填充不是很多 我也不需要把它拿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可能平时在使用的时候 更接近于这样的状态 没有缠任何的丝巾 那也可以随意的去搭配一条丝巾给它 包括在这个手柄上都可以缠 今天穿了白色 那其实我的上身效果大家供参考了 因为不是女生 因为女生可能整体身上会有一些粉色的元素在 或者整体的那种柔弱的感觉 会互相的加分和这样的一个包包 这包包会互相的加分 包括这个颜色搭配这种SWIFT皮 我觉得真的是 它们本身 它这个包包的本身也是互相加分的 对不对 颜色与皮质也是互相加分的 如果这样的颜色用了TC皮 可能就没有那么 没有SWIFT皮那么好看了 我觉得 包括它的肩带 这样的一只包 其实还是蛮随意的 一袭长裙 然后搭配这样的一只包 真的是太美了 看一下它的底部 其实这只包包还是挺新的 好的 那这个是3Q樱花粉 它的刻印是X刻 所以年份也不是很久 接下来是这只了 这只其实之前有出现过 那它呢是 首先它是TC皮 我们昨天刚刚聊到了Togo皮和TC皮的区别 那TC皮可能更多的用于这种林底 或者是Picotin这个水桶包 我们常说的水桶包 那这个没有颈纹 然后它的颗粒呢 也不像Togo皮那么紧实的感觉 稍微松弛一些 就可以分辨出这样一只包 那它比SWIFT皮整体感觉是要厚实一些的 SWIFT皮其实也是一种 经过深度处理的皮革 那TC皮可能就没有那么深的处理 因为它本身的皮革的纹路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颜色其实 怎么说呢 我刚才又再次查了 因为之前就没有搞清楚它的颜色 因为在后台备注是国旗红 那显然它并不是国旗红 我再查了之后 介于什么呢 十六红和爱马仕红之间的一种颜色 一种红色 没有关系了 其实也是看演员 是吧 看演员 不是表演的演 看演员 只要喜欢 其实它的色号并没有那么重要 就像选择一只包包的时候 其实 你问一问自己的内心 就知道自己喜欢一只什么样的包 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人给你参考意见 什么它到二手市场 它的价格或者怎么样 它的保质性能怎么样 这些都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喜欢就好 真的 好 那首先 在有填充的状况它是这样的 你可以想象它里面有一个 这种内胆包 我们之前尝试过的内胆包 这个深一些的颜色 我觉得男士用起来就不是那么奇怪了 没有那么奇怪了 就像我之前说的 有一个北京的客人 他也是在 男性客人也是在用Lindy的 这是30厘米的Lindy 我们把填充拿出来看一下 这只客印是 方框Q克的 方框Q克的 填充拿出来之后 这只包包的底部 其实略微有些污染 看得出颜色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这个就是它 平时在使用时经常出现的样子 也可以很随意的拎着它的这个肩带就好了 然后也有是 您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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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男士用包 前几天 有个朋友加我之后 我看他 有一张图片 用的是 薄金包 因为他本身就是很细致的那种男生 用薄金包也不会显得很奇怪 那薄金包其实并没有说加分很多给他 我觉得给他加分很多的是他的另外一张照片 是你想像一个男生在用一只金色的康康24厘米的康康 大号的康康 那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会觉得 哇真的是有人可以把康康包啊用的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 就像我经常说的会互相加分加这么多分这种感觉 就非常非常匹配的这样的感觉 所以 呃 现在 男士在使用包包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和选择 很多 呃就是男士进来之后说啊男包少哈 那其实我也不太好说啊 你可以尝试一下薄金包或者怎么样 确实价格不菲哈 好 OK那今天就是这样的三只包了哈 有没有你喜欢的 这只真的是 这三只里面是比较 呃怎么说呢 在Lindy里面都是比较分数比较高的吧 对不对 再耽误一点时间咯 这个是一个麦坤的小手包 对 这样的一个小造型哈 还挺可爱的一个手包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实用的 那拿它来想说什么呢 这只包已经售出了 那在这几天里面呢我们的师傅给他做了一些补色上色 然后呢重新做了一个编油 大概是今天星期四的话就是三四天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包其实也是在售出之后经过客人同意 那我们给他做这样的一些护理 免费的护理就是在包含在这个购买价格里面的 这个只包包买的也很便宜真的很便宜 所以像我们的店里面如果说有一些 不光是我们的店里了 可能绝大多数的名品店都会这样 就是说如果这个包包是做过护理的 那我们会就是会让顾客有一个知情权呢 就是会告诉他哪些部分可能是做过护理哈 那有可能收过来就是已经做过护理的 那也有一些包包呢就像这只就是它可能已经是 是原始成色但是呢就是会有一些掉漆啊或者怎么样 掉色啊不是掉漆了 那我们会建议就是看要不要去做一个护理 然后到手上的时候呢会觉得更接近于一个新包的感觉 毕竟是二手的包包嘛 所以这是我们处理这样一些稍微有一点点旧的包包的一些方式 因为皮具都是可以护理的嘛 在做过护理之后呢有两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因为也是需要喷色上色 可能会有就是脱色的情况 那这只包包其实还好就是我用白手套去擦它 也并没有发现白手套上会有颜色掉下来 粘到白手套上并没有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提醒一下 可能浅色的衣服有可能会染到这个黑色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现在这个化学的气味还是很浓 对很重的这种化学味 然后这样的气味一般也就是几天或者 就是再长一点时间的话 十几天可能这个气味就会散掉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都会有的这种情况这个气味 它可能是心情把这些气味挥发出去之后 才会摆到砖柜里面去 那我们如果现在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不能让客户等那么久去收这样一只包对不对 所以会跟顾客去讲可能会有些气味 嗯就这样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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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